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百合,感谢您的关注 今天分享的文章是两小声的散文 父亲的荧幕,一起来听 我站在椅子上打开吊柜寻找东西 莫得看见角落里那只手链包 它是黑色的,隔的,很旧的 拉锁已经拉不严了,有的地方已经破了 虽然在吊柜里,竟也还是落了一层灰尘 我呆呆地站在椅上看着它 像一条走失了多日,又终于嗅着熟悉的气味 回到了家里的小狗,看着主人 那是父亲生前用的手链包啊 父亲病故十余年了 手链包在吊柜的那一个角落也放了十余年了 有时我会想到它在哪 如同一个读书人 有时会想到对自己影响特别大的某一部书 在书架的第几排 更多的日子里,更多的时候 我会忘记他在那 忘记自己曾经是儿子的种种体会 十余年中 我不止一次地打开过吊柜 也不止一次地看见过父亲的手链包 但是却从没把他取下过 事实上,我怕被他引起私父的感伤 从少年时期至青年时期至现在 我几乎一向处在多愁善感的心态中 我觉得我这个人被那种心态 实在缠绕得太久了 我怕陷入不可名状的亲情的回忆 我承认我没有逃避的企图 然而,这一次 我的手却不禁地向父亲的遗物伸了过去 近年来,我内心里 常涌起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倾诉愿望 但是,我却不愿被任何人看出我 其实也有此愿 这一种封闭在内心里的愿望 那一刻,使我对父亲的遗物 背绝亲切 尽管我知道 那即使不是父亲的遗物 而是父亲本人仍活着 我也断不会向父亲倾诉我人生的疲惫感 我的手伸出又缩回 几斤犹豫 最终还是把手拎包取了下来 我并没有打开它 我认真地把灰尘擦尽 转而腾出衣橱的一格 将它放入衣橱里 我那么做时 心情很内疚 因为那手拎包作为父亲的遗物 早就该放在一处更适当的地方 而十余年中 他却一直被放在吊柜的一角 那绝不是该放一位父亲遗物的地方 一个对自己父亲感情很深的儿子 也是不该让自己父亲的遗物 落满了灰尘的呀 我不必打开它 也知里面装的什么 一把刮胡刀 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见过父亲 用那一把刮胡刀刮胡子 父亲的落腮胡子很重 刮石发出吃拉吃拉的响声 父亲死前 刮胡刀的刀刃已经被用窄了 大约只有原先的一半那么宽了 刮胡刀的刀刃已经被用窄了 大约只有原先的一半那么宽了 因为父亲的胡子硬 每用一次并磨一次 父亲的胡子又长得很快 一个月刮五六次 磨五六次 四十几年的岁月里 刀刃自然耗损明显 如今 连一些理发店里 也用起安全刀片来了 父亲那一把刮胡刀 接近于文物了 手拎包里还有一个小小的牛皮套 其内是父亲的印章 父亲一辈子只刻过那么一枚印章 木制的 比我用的钢笔的笔身粗不到哪去 父亲一生离不开那枚印章 是工人时每月领工资要用 退休后 每三个月寄来一次退休金 六十余元 一年仅用数次 一对玉石健身球 是我花五十元为父亲买的 父亲听我说 是玉石的 虽然我强调 我只花了五十元 父亲还是觉得那一堆健身球特别宝贵似的 他只偶尔转在手里 之后立刻归放河中 其中一只被他孙子小时候非要去玩 结果掉在阳台的水利地上 摔裂了一条纹 父亲当时心疼得直跺脚 连说 哎呀哎呀 你呀你呀 真败家 这是玉石的 你知道不知道啊 再有 就是父亲身证的影印剑了 元剑在伴你死亡证明时 被收脚注销了 我预先影印了 留作纪念 手拎包的里面 还有一层 那拉索是好的 影印剑就在家层里 除了以上东西 父亲这位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 再就没留下什么遗物了 仅有的几件遗物中 健身球还是他的儿子给他买的 手拎包的拉索 父亲生前曾打算换过 但那要花三元多钱 花钱方面 仔细了一辈子的父亲 舍不得花三元多钱 父亲曾试图自己换 结果发现皮革有些糟了 咬不住线了 自己没换成 我曾给父亲一支 开什么会发的真皮手拎包 父亲却将那只真皮的手拎包 收起来了 舍不得用 他生前竟没往那只真皮的手拎包里 装过任何东西 他那只旧拎包的夹层的拉索 却是好的 既然仍是好的 父亲就格外在意地保养它 方法是经常为它打蜡 父亲还往拉索上 安了一个钮扣那么大的小锁 因为那甲层里放过 对父亲来说极重要的东西 有六千元整的存折 那是父亲一生的积攒 他常说 是为他的孙子 我的儿子积攒的 父亲事前一个月 我为父亲买了六七盒蛋白注射液 大约用了近三千元钱 我明知那绝不能治愈父亲的癌症 仅为我自己获得到一点 做儿子的心理安慰罢了 父亲那一天状态很好 目光特别温柔地望着我笑了 可母亲走到了父亲的病床边 满脸忧愁地说 你有多少钱呀 买这种药能报销吗 你想把你那点稿费都花光啊 你们一家三口以后不过了呀 当时 以为父亲花了一万多元 父亲单位的效益不好 还一分钱也没给报销 母亲是知道这一点的 在以无药可医的丈夫和他的儿子之间 尤其当母亲看出我这个儿子 似乎要不惜一切代价地 延缓父亲的生命时 他的一种很大的忧虑 便开始转向我这一方面了 当我捧着药给父亲看 告诉父亲那药对治好父亲的病 疗效多么显著时 却听母亲从旁说出那种话 我的心情可想而知 阳躺着已受得虚脱了的父亲 低声说 如果我得的是治不好的病 就听你妈的话 别浪费钱了 沉默片刻又说 儿子 我不怕死 再听了父亲的话 我心欺然 那药是我求人写了条子 骑自行车到很远的医院去买回来的呀 进门后 脸上的汗还没来得及擦一下呀 结果 我在父亲的病床边 向母亲大声嚷嚷了起来 妈妈 你再说这种话 最好回哈尔滨算了 我甚至对母亲说出了 如此伤他老人家心的冷言冷语 母亲是多么的忍辱负重 她默默地听我大声嚷嚷 一言不发 而我却觉得 自己的孝心被破坏了 还哭了 母亲听我宣泄够了 离开了家 直至半夜十一点多才回家 如今想来 母亲也肯定是在外边的 什么地方默默哭过的 哦 上帝 上帝 我真该死啊 当时我为什么 不能以感动的心情 去理解老母亲的话呢 我伤母亲的心 竟怎么那么的 寂云冷酷呀 一个月后 父亲去世了 母亲回哈尔滨了 心里总想着 应向母亲认错 可直至母亲也去世了 认错的话 竟没机会对母亲说过 母亲留下的遗物 就更少了 我选了一条微博 和一个半导体收音机 微博当年的冬季 我一直围着 企图借以重温母子亲情 半导体收音机 是我为母亲买的 现在给哥哥 带到北京的精神病院去了 他也不听 我想哪次我去看他 要带回来 保存着 我写字的房间里 挂着父亲的遗像 一位面容慈祥的美须老人 书架上 摆着父亲和我们兄弟四人 一个妹妹 青年时期的合影 都穿着棉衣 我们一家 竟没有一张全家福 在哈尔滨的四弟家里 有我们年龄更小时 与母亲的合影 那是夏季的合影 那时母亲才四十来岁 看上去还很年轻 父亲在世时 常对我儿子说 你呀 你呀 几辈子人的福 全让你一个人想着了 现在上了高三的儿子 却从不认为他幸福 面临高考竞争的心理压力 使儿子过早地体会了 人生的疲惫 现在 我自己竟也没没想到 死这个字了 我也不怕死 只是觉得 还有些亲情责任 未尽周全 我是根本不相信 另一个世界之存在的 但有时 也孩子气得小 倘若有民间 那么 岂不就省了 投胎转世的麻烦 直接的 又可以去做 父母的儿子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